国王最宠爱的女儿一想听开 想要泡泡项链 物质欲望管不住 让工匠们伤透脑筋 小小故事蕴含生活智慧 响应世界阅读日 台中近思书轩举办亲子志工体验 除了欣赏儿童剧 好书分享 也趁机推广蔬食 很开心 因为很好玩 回去可以分享给家人一起吃 把我们的可可粉 或是我们的无辜粉 把它拟人化 然后来跟孩子 就是用很趣的方式 去介绍我们每个食物的营养 多吃蔬食 慈激志工分享创意做法 爱护地球从小做起 大爱新闻国内蔡玉凯 台中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